然后我们来进行课文部分的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 Nabasteraria Nabasteraria叫做 在蛋糕店啊 在糕点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谁与谁之间发生的一个对话啊 我们能看到 这上面出现了几个人物 一个是 Empregado 一个是 Maria 在中间还有一个人叫做 Fábio 还有一个人叫做Fábio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 Nabasteraria Empregado Dicam Faz favor Queria um café e um pastel de nata Por favor Para o senhor Era um chá e uma torrada Com pouca manteiga Aquí está Desejam mais alguma coisa? Eagonda Faz favor Eagonda Eagonda O separada Eagonda Então O café 50 cêntimos Un pastel de nata 85 Un chá 50 Eagonda Eagonda 1 euro Song 2 euros Eag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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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êntimos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课文内容 首先啊 这个 进来之后 这个Empregado 说 Digan Faz favor Digan Faz favor 这个Digan 是什么 Dizer 对吧 Dizer 而且 它的命令 是如何进行变化吧 啊 Do 的时候是 Distu Diga Diga Você Digan Digan Você Faz favor 叫做 请 Faz favor 叫请 就是 请讲 就是 您需要什么的意思啊 就是 请讲 您需要什么 我们来看 Maria是怎么回答的 Queria Un café Un baste U do nada Por favor Queria 我们来看 用Queria 信息啊 表达自己的 请求 Queria Un café 我想 来一个 咖啡 Un baste u do nada 一个蛋挞 Por favor 哎 像这个 点餐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Queria 后边加我们需要的东西 Queria un café Un baste u do nada Por favor 然后Empregado 说 Y para O senyor Y para O senyor 哎 因为两个人一起啊 一个Maria 一个Fabio 对吧 Fabio 是个男生啊 这个 Empregado 问 Empregado senyor 那 您呢 这个就是您啊 这个 senyor 这两个单词呢 咱们单说这两个单词 senyor 叫先生 senyor 叫做女 senyor 叫做女士 我们一般在口语当中说 senyor 怎么怎么样 就是先生 您怎么怎么样 或者我们直接翻译上您 就可以 senyor 也是 女士 您怎么怎么样 或者直接翻译上您 也可以啊 然后 Fabio 说 Empreg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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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a Dohada Gong Bogam Degado 他点了什么呀 一个茶 和一个 带一点点黄油的 烤面包 然后我们看 这里 主要是看这个 Empreg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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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过去未完成时 对吧 陈述是 过去未完成时 城市过去未完成时的 ser 它是如何进行变味的呢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用 Era 就是用 ser 对吧 我们正常说就是 现在是 可以吗 可以啊 他能听明白 是什么意思 他这里用了 过去未完成时 是比较礼貌 比较委婉的 提出这个请求 我想要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服务员说 Aki sta Aki sta Aki sta 就是 给你 这个叫 想要的意思 想要什么东西吗 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然后这个 发表说 因为这里有个 mai是叫 还 对吧 就是 还要其他的东西吗 还要其他的东西吗 然后 他说 er gonta 就是结账吧 不要其他的 结账吧 er gonta 然后这个 服务员又问 er gonta o sabarada er gonta o sabarada 这个 rundo 和sabarado 就是你们是 分开结呢 还是说 放在一起结啊 然后这个 发表说 er gonta er gonta 我们来往下看 就是一起结 然后往下看 endam un café 他在逐个的去清点 他这个东西多少钱 un café cinquenta centimos un pastel nada oigenta y cincu 这就是 0.5 0.5 euros 我们知道 这个0.5 怎么 怎么读吧 主要是这个 这里说一下 符号 这个符号 在我们 叫dohal 对吧 这写的不太好 是dohal 对吧 也就是我们的dohal 我们就直接用汉语 再标记 vigula 叫vigula 他们的点 叫bondo 点叫bondo 我们看 我们说汉语 先说汉语 0.5 是这样写的 对吧 在普语当中呢 0.5 是这样写的 那个点 不是一个点 是一个 逗号 所以读的时候 zero virgula singqu zero virgula singqu 它是用这个 它跟我们正好相反 然后他们的点 是来干什么 做那数字分割符 比如说 这个 这是多少 十万 对吧 都是十万欧元 是不是正常 在这会有个点啊 这个 他们这个东西 叫做数字分割符 我们汉语 阿拉伯数字 起码你见到的英语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用动画 做数字分割符 他们是用点 来做数字分割符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 所以这是多少 这叫十万欧元啊 不是一百啊 不是一百 不是一百点 多少多少啊 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都多少钱 这个 singquenta centimus 然后后面 barcel do nada 多少钱 sha singquenta e do hada un euros 然后加在一起啊 song doiz euros 两欧元 i oitenta i cincu centimus 这多少啊 二点八五欧元啊 二点八五欧元 他们是这么写的 怎么念啊 doiz virgula 这儿念八十五啊 doiz virgula oitenta i cincu euros 在葡萄牙 这个学校的食堂里面 吃饭的话 大概是 三到五欧元 这样子啊 我们来看 从头过一下 整个课文的内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那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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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完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进行点餐的时候啊 首先,还是 你一定要知道服务员会怎么说 你需要怎么说 因为点餐啊,在这个 卡布考试当中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有非常大的概率 会在这里出到一个话题 当然了,如果你 去抽的时候,你也很有可能 抽到这个题目,因为每一组 抽到题目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会抽到点餐,有的人会抽到订酒店 有的人会抽到买票 所以说 他一次考试出来的题目是很多的 这个很大的概率你是能够碰见的 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要知道 因为进行分角色扮演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implegado要怎么说 和这个cliante要怎么说 他一般说 这是一种说法了,对吧 之后我们还会有新的小课文啊 我们再去看一下在其他的 有没有别的说法 然后点餐的时候就 cria cria什么什么 在这里啊,cria什么什么 然后或者era什么什么 era什么什么 然后收货员会问 还要别的东西吗 还有别的东西吗 然后他们会 说 不要别的东西了 就要结账 或者咱们之前讲那个单词的时候 然后这个 一起结 还是分开结 然后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小课文啊 no café no café 这个是在咖啡厅里面 还是这个criante和implegado之间的一个对话 这课文本来是用来进行听力练习的啊 这个课后你可以去练习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重要的地方已经都画出来了 你看一下如何表示这个 就是你正常的去点餐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对话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这个client的进来 如果说这个服务员没有注意到你 你要引起他的注意 叫 就是你好 麻烦请问 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点餐的时候 一般这个服务员都会说 刚才咱们是多个人 就是对吧 然后这个criante 你要说我要什么东西 对吧 叫 不带气的光泉水啊 fresca 凉的 嗯 要一个凉的不带气的光泉水 然后 就是一个 一杯茶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说 茶 叫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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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红茶 绿茶啊 你是要红茶还是要绿茶 这个predu虽然是黑色的意思啊 但它这个茶翻出来是红茶 然后这个client的说predu era tambien un croquette 红茶 然后 era tambien 就还有一个 era tambien un croquette croquette也是一种吃的啊 就虾病人类的这种东西 然后这个 empregados desculpe mas ja n temos croquettes 就是 croquettes 已经 卖完了啊 ja nont temos mas ja nont temos 哎 我要注意记住这个框架类型的这种句子啊 像这个croquette呀 sabredo sabredo 这都是具体的吃的喝的这个饮料啊 或者吃的东西的名字 我们可以去进行带话啊 比如说我不点这个东西 我可以点一个imbada de gallina 对吧 对吧 可以点一个鸡肉的馅饼啊 或者点一个什么东西啊 都可以啊 好 我们来往下看 en don bodes sabredo he sou de germarang 就是说没有之后 你还可以补充一个 换一个别的东西 对吧 en don bodes sabredo bodes sabredo 叫做可以是什么什么 后边可以加上名字啊 那就来一个什么吧 可以是一个什么 其实这个bodes sabredo 就问你 明天下午三点钟 来咖啡厅 可以吗 你会说 bodes bodes 到这就句号完事了啊 这就叫可以的意思 你说那为什么不说boso 这是这个事可以 对吧 单三网 isbodes sabredo 就是这个事可以 就说bodes sabredo 我们看这个 hiso de gamarang 叫 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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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炸饺子啊 hiso de gamarang 其实他也是下人 一种 然后这个 emplegato 说 muito bem trago já muito bem 其实就是 ok trago já trago já trazer 但是 trago 如何形容篇位吧 trago eu trago tu trazes você ela traz nós trazemos vocês elas trazem nós vamos lá para ver cliente di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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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 eu eu por favor n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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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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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ós nós vamos nós v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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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café óle faz favor bom dia dica por favor queria uma agua sin gas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 这个比较有用的表达 一个是 当这个 也就是说 见到店里边 这个服务 没有看到它的时候 太像引起 别人的注意 可以说 然后这个服务员 一般会问你 您来点什么 叫 Diga 或者 Diga 是您来点什么 Diga 是你们来点什么 然后下面 Kriend 表示点餐的时候 一般说 Kria 什么什么 然后 也可以 Era 也可以 然后后面 这个 Empregado 说什么东西 没有的时候 Mas ya Gamaran Gamaran 是大虾 我们吃的那个虾 然后 这个 最后 Era Gamaran 也可以说 Era Gamaran Gamaran